这个是他对橡皮虫的幼虫有效 但是对橡皮虫一点能力都没有 就是说他成虫之后你黑将军感染 有的人说会死 其实我真的有刺过 我有捏那个鸡毛糖那种金鸡 那个大只鸡毛糖 割到黑将军的死 金鸡你用黑将军割割的 我也看他在那里鸣鸣鸣鸣 没什么怎样 所以应该理论上 如果这个鸡毛这样是这个经营 我们可以知道应该金鸡就是幼虫 所以他如果是放在 我提早来防治 这样应该有效 而且应该是会有一定的效果 所以比如说你把他噴在肚子 他刚才起来的时候 把他噴一噴 他都会幼虫在肚子 如果是有去割到 当然就有这个效果 但是我们在房地上 都是一个很现实的 就是说所投入的成本 跟我们的产出的效果是怎样 比如说 今天你如果有农药糖 用的时候 他用农药其实是会比较简单一点点 是不是这样 所以我来说就是说 我们如果是在每一年 每一年像橡皮虫来说 这食情橡皮虫就是 就是每一年的十月一直到差不多 几年的一个春天这个时钟 这个时间可能是他密度的力量 比较高 这些橡皮虫差不多都是这样的嘛 所以他如果是在农药 就是说我们去把他 因为他的成虫都会在腐烂的一个植株 比如说像求精橡皮虫 还是吃精橡皮虫 他都会在那个地方去吃那些东西 所以我们如果是橡皮虫有一些这些 就是说尽量保持更清晰的 不要让这些东西枯叶 什么不要让他去挖白米 这应该就比较不容易丢丢 所以这个是这样 当然他如果是可以去噴到 其实他也有一定的效果 其实说有些这个幼虫 因为他真的这个危害 比如说像香蕉 这个食精橡皮虫 这种的一个危害 他的一个幼虫可能是比当然有成虫 比较有幼虫 所以我们在这些这些可以帮他 所以一般就是说你帮他打开 香蕉 如果是独狗的那种帮他打一半 这样让他稍稍稍稍稍稍 一分点你把它放15-15 这要总是去乘成的成虫 去到那个地方 你来帮他这个表 就是说你如果看到成虫在那些 我们就要去帮他用油 做那个监测 因为这 他还是去帮他成虫在那里面 我们就不会有 所以这个一般来说是一个 很重要 当然尽量就是说 这个香蕉 如果是处理好 一定要把他整理清晰 这 这是一个方法 用油 当然是一条路 但是也不是那么的有效 所以 比如说有的做这个陷阱 梱椒还没有菜秀进程 他也去用他的一个 放四五页 对吗 我们的质精那种 因为抖下去 viamente他拌腿 就可以帮他 再拍他 在那里面的监测 我要拍他 这里面你如果看到 有几个货 这个四五货 这一般来说 平均一个地方 如果有的两个货 就要担任 所以这可能需要去注意到 注意到 这个就是说 有时候我们像香蕉 香蕉采取之后 是不是我们把它铺掉 是不是会留一个线 会留一个线线 我们是不是跟好朋友说 由那些去灌一下 把油放下去 对吧 把油放下去 现在把油放下去 不要随 因为香蕉这个 如果生过就不再生了 所以是不是有的 股脏要把它铺掉 但是股脏你不要紧张它铺掉 你流到厚厚厚厚 你把它切掉 切掉你的水溶肥 或是像我们这种四美八戒这种肥 你可以用到五十公克 把它切下去 它的肥 它会在那个地方融化 直接就这样下去 下去了 它那个老头 就容易是一个 橡皮虫 或者什么样的 它这个繁殖的一个地方 所以你差不多 等于把它切掉 差不多几天 差不多四五 差不多一五月 大概就是一个月 刚才说到就是说 你现在是不是那个股脏 不要直接把它铺掉 对吧 我们先切一半 肥料放下去 它会练练练 差不多到第四星期 热人可能四星期 冬人可能要五星期 五星期 它那个地方 就差不多一半有干掉 但是那肥料的 那股脏的很大 两天会比较快开 但是那个头的地方 你把那个地方搂开 搂开 搂开那很多 质精橡皮虫 酱精橡皮虫 它都会去密 在那里 那时候 我们把它处理掉 在那个橫林 把它拿掉 因为你这如果在橫林 你如果不够搂 那时候 那个老头 就变成一个温床 对吧 其实那里很多 所以你准够搂开 因为它会去老在那里 那些糖 都会去生在那里 那些老尾 那些新尾的地方 更不够 所以这个处理的方式 是很重要的 所以这个处理的方式 这个真的是蛮要紧的 这要你做三个课 好